小琴,既然已经生了孩子,那我们明天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。 顺便给你介绍下,这是我的新女朋友,怎么样,是不是比你好看多了? 姐姐,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,那就离了吧,这样耗下去也没有意义。 行吧,家里的财产我们再分一下,车子,房子和孩子,你只能选一个,你选哪个? 我当然选择孩子了,孩子可是我含辛如苦生出来的。 那好,既然孩子归你了,那车子房子都归我,我们过会儿签的协议,以防你日后变卦。 对我来说,孩子才是无价之宝,谢谢你把孩子留给我。 房子和车不过是身外之物,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 既然都达成协议了,那以后孩子就由你抚养了,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,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我。 你放心吧,就算我和孩子无家可归,我们今后也绝不会去打扰你们。 反倒是你,以后也别来打扰我们生活。 两年后? 你怎么给我打这么多电话,你当初不是说永远都不联系了吗? 老婆,我想你了,你过得怎么样,孩子都还好吗? 我们已经离婚了,别乱叫,这两年我们勉强过着,也不至于太差,还能维持生计。 当年离婚后,你和孩子去哪了?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,你怎么就是不接? 你当时不是说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打扰你的新生活吗? 现在怎么反倒还埋怨我不接你电话了? 今天你给我打电话,到底是什么意思? 小琴,我已经快两年没见过孩子了,我想念孩子,想见见孩子。 你还记得当初离婚时你说的话吗? 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? 孩子只属于我一个人,他爸爸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了,你以后别想见到我的孩子。 小琴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对不起,当初我糊涂了才会伤害你和孩子,我也不求你们原谅,我只想见孩子一面。 孩子现在应该会走路了吧,也会喊爸爸妈妈了吧。 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,一百度的开水都会变凉,更何况三十七度的人心呢? 小琴,你现在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,日子一定过得很难,更何况孩子也需要父亲。 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吗? 再说,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,你让我陪孩子过个完整的节日行不行? 小琴,我和女朋友已经分手了,我们性格不太合拍,我想来想去,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最幸福。 要不然,你带孩子回来吧,我们重新复婚吧。 这次我是认真的。 怎么,你认真我就得答应吗? 当初我和孩子过苦日子的时候,你在什么地方呢? 现在你和女朋友分手了,就又想起我和孩子了,你真是把我当什么了? 还有,你给我和孩子造成的伤害,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当初我刚生孩子,你就带小三上门气我,害我伤心过度,落下了产后病,你以为我还会原谅你吗?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,我是不会复婚的。 对不起,小琴,当年我是被那女人骗了,可两年来,我无时无刻不再想念你和孩子,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。 我求你了,给我一次机会吧,我保证以后会加倍疼爱你们母子。 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,我很怀念和你在一起的日子。 小琴,我今天才发现,我一直爱的人是你。 我是真心真意道歉,以前我伤害了你和孩子,现在我也很自责。 每当我看到其他孩子有爸爸陪伴,我就会想起我们的孩子。 我们的孩子也需要父亲,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,你就原谅我吧。 以后我全听你的,房子车子我都过户给你,只要你肯,工资卡我也给你保管,你就回来吧,好吗? 以后你说。 一,我绝不敢说二,你让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。 我现在只想陪在你和孩子身边,做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,给孩子一个完美的童年,弥补我给你造成的伤害,这样我就知足了。 事情已经发生,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?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,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? 小秦,你就原谅我吧,孩子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,难道你忍心看着别的小朋友说我们的孩子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吗? 再说,你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,你也忙不过来,给我一个机会吧。 我早就收拾好了家,你告诉我,你和孩子在哪儿,我现在就开车去接你们回家。 早至如今,何必当初呢? 从你当初选择不要孩子开始,我们之间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 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,人心一旦变凉,再也难以捂热。 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孩子的生活了。 小秦说完就挂了电话,此时的前夫也后悔不迭,大家支持小秦的做法吗?